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钢琴老师谢明奇 我们要学布尔格米勒的作品 他生于西元1806年 死于西元1874年 是浪漫乐派的作曲家 布尔格米勒做了一系列学生必学的重要曲目 我们要学他的25首渐进曲 作品100号 第一首顺良之心 顺良之心 在每小节的第一和第三拍 右手弹奏圆滑的旋律 左手安静的伴奏 布尔格米勒有一特性 他很喜欢在乐曲加入剑曼记号 这首曲子是每四小节一个乐剑 如果算反复记号 一共有九个乐剑 浪漫乐派大部分的音乐是主彩主音之体 也就是主旋律加伴奏 注意小节十十二 左手的表情记号 小节十三的最高音二分音符 需弹的比次高音稍微大声 尾声是由小节十七至结尾 小节十九二十是十七十八的回声 所以弹的小声点 音乐最后渐慢且安静的结束 音乐最后渐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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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最后渐慢